一人夏雨昕和小朋友一起制作爱心便当 只见小朋友大把抓起牛肉排骨和配菜 将便当塞满满 像是要让若氏儿少吃饱饱 为了帮助若氏儿少获得温饱 俄福联盟携手爱心企业 推出代代相传爱延续 幸福爱公益提带一脉活动 并且邀请一人夏雨昕担任爱心大使 号召民众认购公益提带 刚好趁这个机会我们还可以做爱心 然后我们还可以吃到好吃的东西之外 刚刚用一个很优惠的价钱多棒啊 好赞喔 真的是一举三得啦 帮助小朋友然后能获得一个环保的购物袋 还可以以这个优惠的餐券来吃吃三香巧服 吃吃三香仙无动 真的耶 我会进厨房 但是可能就是厨艺不太佳就是了 但是我跟你讲 这种事情呢 只要有爱都可以完成了 了解 有爱天下无难事 你只要心中有爱 不管是对男朋友的爱 对家人的爱 对大朋友小朋友的爱 只要有爱什么事情都可以的 那你最擅长的一道料理是 暗黑界的料理吗 不要这样子 我会煮意大利面哦 是哦 还蛮厉害的 很会很会料理意大利面是不是 对是还蛮强的啦 就只有这一个就只有这一个 专攻一下 我会非常努力的 是 就在我的Facebook在IG 然后会号召我的亲朋好友 艺人朋友 粉丝朋友 全部一起来响应这个公益 就是疫情已经持续将近三年 然后又这一两年来有通货膨胀的问题 所以就是对弱势孩子来说 就是生活遇到蛮大的困境 那对公益的问题来说 这一两年来就是募款也相当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是希望透过跟企业的合作 就是让民众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做公益 那我们希望能够目标 就是易卖将近两万个袋子 然后就可以募得两百万元 那这两百万元 就是等于是两百个孩子的一天的餐费 就是我们一天的餐费 如果以一百元 其实已经蛮低的算的话 那我们具体目标 就希望能够帮助两百个孩子 然后至少他们可以吃饱 然后维持基本的一些营养这样子 那让民众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能够来参与公益这样 其实我们儿蒙提供的服务 就是我们会透过定期的家房 然后我们也会提供经济补助的部分 那儿蒙现在一年大概服务将近五千个孩子 那他们可能分布在一些偏乡 或是都市一些 就是像逆境家庭的一些孩子 那我们的社工员会定期的去做家房 然后每个月提供就是定期的 这个经济的补助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像偏向我们是跟孩子 学校合作 所以我们可以确保这些的经费 都会全数用在孩子的身上这样 由儿福联盟精心设计的幸福爱工艺提代 将义卖品牌小孩吉祥物融入爱心企业的视觉异象 用童趣构图呈现出美味料理 带给人们暖胃又暖心的幸福感 那我们的社工就跟我分享一个实际服务个案的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单亲的妈妈带着三个小孩 那其中还有一个是过动一个发展次换 那原本就靠着工厂 就是每个月大概赚2万多的收入 就勉强照顾一家四口 可是在疫情下这个工作就没了 所以他就只能靠一些资源回收 或是靠打打零工就是维持生计 那我们社工去帮助他 他甚至还告诉我们社工说 社工啊我一天只能用100块这样子 然后我要养活一家三口 所以我每天就要决定我是要吃早餐 还是吃午餐还是吃晚餐这样 那这样的个案其实不是只有个案 其实在社会角落很多地方都有 那帮助这些弱势孩子跟弱势家庭 工作其实光靠儿股联盟是不够的 那我们非常需要像山商 或者像社会大众这样的爱心 一起来支持我们 就像这次的这个代代相传的活动 其实你只要消费在家99元 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带子带回家 然后也可以具体的帮助这些弱势孩子的三餐 其实是一个CP值最高的公益的行动 那我们也可以累积这样的小额捐款 然后具体的持续的帮助这些弱势的孩子 那现在已经接近年终岁末正是做爱心 做公益的好时刻 那我在这里要呼吁大家就是重满一个带子 开始做起 只要99元就可以把爱延续到明年延续到后年延续到永远 那三餐集团刚刚有跟阿关聊到就是说他在偏乡易组已经做了二十几年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很乐于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到偏乡去 我们发现煮一碗面热腾腾的面给小朋友吃 他竟然会说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是一个一碗大餐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在台湾还是有非常多就是弱势的小朋友或是家庭是需要帮助的 那三餐集团今年呢就是我们有三餐巧夫跟鲜舞动这两个非常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 全省有183个门市 那我们这次推行的就是我们的就是幸福带的公益提带 那这个提带呢在门市的整个这个互动底下就是非常热络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提带的互动底下可以就是把爱传递下去 即日起到2023年1月5号到全台三商巧夫或三商鲜舞动 不限用餐金额加购99元即可获得俄福联盟幸福爱公益提带 随带还附赠一张美食好康劝 邀请民众一起享受美食分享爱心 代代相传爱延续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